希拉宣布和前夫办理好离婚手续,共同抚养儿子,以透露离婚原因。 马来西亚歌手希拉参加芒果台综艺节目《我是歌手》走红,后来很少在内地发展,还是回到了她的家乡发展。 2018年希拉正式嫁给了哈里斯,两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 2019年希拉在微博官宣生下儿子,儿子取名叫塞斯,她为了生孩子休息了很久才继续发展事业。 2021年希拉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自己提出离婚申请,说自己总是保持着一张开心的笑脸,但大家不知道自己的痛苦,和儿子塞斯一起离开了家,住在父母家已经两个月了。 她已经提出了离婚申请,但很不幸,前夫决定延长这件事,所以离婚仍在进行中。 目前港媒报道,2月8日希拉近日透露已经和前夫哈里斯完成了离婚手续,将共同抚养和爱护儿子塞斯直到永远,谢谢大家的祝福。 她也感慨道,每个人结婚是为了寻找幸福,没有人是为了离婚,分开而结婚。 她的意思大概是想解释和哈里斯离婚的原因,因为两人已经感受不到幸福,所以分开了,各自寻找新的幸福和快乐。 这和马依利的说法也是一样,一别两宽,各自安好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